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是新鲜圣猛 来了海边 怎么能不出海撒撒野呀 船长 您慢点开 接成了 接成了 不过 能拿到这么大个的好 值了 大哥 您这船开的可太好了 对 这个还可以 不算高手 湛江生蚝 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在这里 只需最简单的烹调 便能享受到真正海的味道 湛江 毫无疑问 全国最好 本节目由畅销全国五十一瓶的名酒 鸵牌酒 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新生代智能搜索 QuackAPP赞助播出 搜索又快又准 有问题 马上解 每当夜幕垂垂 烧烤是湛江人对生蚝最大的尊重 天哪 这该去哪家吃啊 整个什么都要 生意不错的 这个还适合 这个来看一下呢 来了 咱们开始 探店秘籍第二条 老板越佛系 菜越有东西 比如 这位老板 老板 哇 这么多人 这把玩了 这位吃得停不下来的老板 就是罗姐 你好吃吗 好吃啊 喜欢吃咯 喜欢做咯 经验还告诉我 老板越好吃 东西越好吃 罗姐的海鲜大排档 最受本地人欢迎 一道炭烤生蚝 稀粉无数 我吃过很多姜 就好咽的 可能就比较好 吃得好苦啊 每人都没咽咽嘛 基本上每个湛江人都 很喜欢吃生蚝 这位小姐姐说得对 湛江水域咸淡交进 微生物最是丰富 生蚝的成熟期长达四年 个头饱满 口感鲜甜 超过四百度的碳火 与生蚝赤成相间 开始灵魂制烤 蒜烤生蚝 最重要的是蒜蓉 罗姐选用生蒜 切碎后与油一比一混合 点缀几粒小米椒 微微的辛辣 丰富蚝肉的味觉层次 高温制烤 生蚝汁水溢出 热情翻滚 火力的把控 全凭眼力 蚝肉边缘微微焦脆时 出炉 一道蒜烤生蚝 如今已是全国烧烤江湖的 干饭标配 蒜香包裹着爽滑的蚝肉 入口即有奶酪般的浓香 诶 等等 这生蚝怎么没开壳就上桌了 因为最美味的食材呢 往往只需要通过最简单的餐 哦 原来在湛江 还有一种对食材要求更高的做法 只要足够新鲜 整只生蚝直接上炉 先烤壳较薄的一面 生蚝内部急速升温 听到生蚝不不生的时候 就把那个面翻过来 蚝壳做米 原汁生烤 这才是湛江生蚝中永远的神 哇 这生蚝比我手还大 瞧开看看 肥美的蚝肉 果冻般Q弹细嫩 随着地心引力 它每颤一下 我的心也跟着动一次 剩余在蚝壳里的汁水 绝对不能浪费 这才是好毕生精华 满满都是浓浓的 咸咸的 啊 Kiss the ocean 罗姐 我走了啊 再会 再会了 欢迎下次再来啊 其实罗姐并不是本地人 早年他从广西北海来到广东闯荡 五年前才来到这里 慢慢扎根 罗姐 你还记得故乡是什么样吗 回去好像不是很熟悉了 可是很生疏那个味道了 我的故乡在哪儿 现在暂时在这里了 此心归处 他乡亦是故乡 无论是远行还是归来 人的脚步从不停止 这才有了缤纷的人间烟火 好爱这热气腾腾的生活呀 嘿 说烤生蚝简单的那位请举手 上夸克APP搜江湖搜索记 呆萌罗姐 教你怎么把蚝烤出真正海的味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